师父 多久了 为什么现在才说 天温已经昏迷了几个时辰了 眼下李渔医正在极力救治 说青海公的情形很不好 怕是撑不过今夜 陛下 天气冷 您把衣裳穿上啊 如何 臣参见陛下 如何 青海公他意志里惊人 能坚持这么多日 实属不易 只是青海公体内的卫生花之毒 已从基里渗入到骨髓 只怕 只怕就在这一两日了 陛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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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心龙体啊 朕不管 就算是逆天改灭 朕也要留住他 臣实在是无能为力 你一定 你一定 一定要办法的 一定要办法 福库 福库不是还有一段 硬龙脚可以续命吗 快去指来 好 往往往不可啊 陛下 那可是陛下已被不失之虚 快去 陛下 遵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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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 你 杰鲑 尽 为了 可 赵鲑 你 你叫朕如何顾身面对 师父 咽下去了 都咽下去了 陛下 见面 见面 真是为何 见面 如何 如何 恭喜陛下 虽然一碗药没有喝尽 但脉象已渐渠平稳 那这是 映龙角本是续命之奇物 青海宫短时间之内应该无碍 只是青海宫体内的卫生花毒素 尚未去除 恐怕日后得寻到比映龙角 更加稀罕的灵药 才能护出青海宫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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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